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美国人认为它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 但是我们不能说美国人是享有世界上最多的权利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就是 今年观察到就是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但美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我们说这个平等是人权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这个它的人权并没有反映在它的发展程度上 那第二场大会发言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有很多重磅的专家要进行发言 我们也一起来记录一下 我们不赞成吧 不符合自己胃口的国家打入非民主国家 我们赞成以民主的方式对待各个国家的民主实际 真正的民主的全球资源 应该真正世界各个国家 要保护本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民主实际 让世界各个人民去探索 符合本国国庆的民主实际形势 这个是一个很高兴奋的专家 和一个特殊的机会 能够考虑和考虑的方向运动 那今天上午随着第二场大会发言的结束 本节论坛也落下了帷幕 一天半的时间里 共举行了两场大会发言 五场平行论坛 嘉宾们在论坛上分享了真知灼见 论坛下更是互动频频 无论是主会场还是分论坛 几乎都是作物虚席 为什么这次论坛这么具有吸引力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需要进步来总结 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方面 有哪些观点 可以给世界做出贡献来 特别能够解决当前全球人权治理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对全球人权治理中的各种挑战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这是个很好的讨论 特别我觉得 在这场会上呢 这个合作团结是一个高频词 那第一个 其实它是个范式的问题 就是现在现行的这个人权治理范式呢 往往是以排斥和对抗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需要 其实团结合作 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 怎样提高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保障水平这样一个话题 这样一项坚决的任务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 实际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么这个成功里边有很多经验 有很多做法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呢 就是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他们可以直接的呢 用中国的一些人权经验 来呢实现自己的人权目标 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 来参与我们的人权的这种高端的论团 这个也恰恰说明了 人权这种发展模式 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实现人的更好发展 坦诚的对话总是能碰撞出火花 很多专家的发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三百亿位专家学者的分享与互动 为全球凝聚人权共识开了个好头 我们更期待以这次论坛为契机 越来越多的力量 可以通过共商共建共治的方式 参与到人权治理中 最终在合而不同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中 实现天下万足 修其与共 多群一体 各美其美